本期视频我来向大家介绍一款非常给力的武器 名字叫做死亡狗棒 这款武器在游戏前期就能入手 所以推荐各位小伙伴们可以抓紧时间拿到场 这个武器有两个技能 一个是向前方施展死灵篝火 这样的话在地面上行走的敌人会持续的受到伤害 第二个技能就是在自身周围形成一个大爆炸 当此想要近战攻击自己的敌人 盖利德在这个区域 一号坐标区域 但是我其实是在这个地点找到的boss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赐福点周围 专有专有找找这个boss 然后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需要把游戏中的时间调到晚上 因为这个boss是个叶猫子 只会在晚上出来 死亡仪式鸟 生活得要有仪式感 干啥呢 无敌 无上一次过 给了一个死亡狗棒 特别的棒 然后这个武器好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得先找到它 这儿了 死之鸟特有持有的狗棒 死之鸟们是目的的火焰看守者 他们会从火炉内刮出尸体燃烧后的残渣 你个渣男 然后专用战机点燃灵火 从勾撞前端产生灵火的战机 发动后接着使出轻攻击能释放爬行地面的灵火 使出重攻击能引爆灵火形成大爆炸 所以它的攻击类型和业余火差不多 首先使用战机一天 然后轻攻击 是你的面前会出现这个兵武 然后使用重攻击的话 就是你周围一个大爆炸 之后的演示为满级武器的演示 还是不错的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重击 一下子死去 没死到 那你这让我 很难堪啊 是不是 这四个呢 我来了 你们好 你们再见 通过这个片段我们可以看到 在按下技能键释出的鬼火 那也可以对贴脸的敌人造成持续的伤害 哎 蒙了吧 蒙了吧 撤 哎 他是不是提大弱门 哎 哎呦 跑了 怕了 哎 他怎么没了 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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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又回来了 你看看 这就是害怕我的象征 再见了 兄弟 很高兴与你相遇 再见 哎 再见 王之卢恩 你看看 就是这么的屌 他俩 他俩有点过分了啊 他俩就是不识好歹的一点 他俩 που会有点过去 他俩 有点过分了 戴上 说